大家好,这里是俗说宇宙,我是林某 上期内容确实偏故事性了 这期内容我们继续回到更具科学性的天文领域 之前介绍行星的时候提到了火星和木星轨道之间 有一个小行星带 那今天我们就来专门聊一聊它 小行星带也称为主小行星带 或者叫主带 因为在目前已经被编号的小行星中 超过98%的小行星都是在这里发现的 加上还没有被发现的 这里的小行星总数估计可以多达几十万 甚至上百万颗 所以这片区域被认为是太阳系中天体最密集的区域 不过这里的密集也只是相对来说的 其实它远没有大家想象的那样密密麻麻一颗爱一颗 不然之前从这里穿过去的探测器 岂不很容易被撞到 实际上无论是最早进入小行星带的先锋10号 还是后来的航海家卡西尼 以及新事业号等等 它们都平安的穿过了小行星带 并没有发生什么意外 实际上探测器在这里发生碰撞的概率 还不到十亿分之一 因为你想想 这片区域的空间这么大 小行星的个头还那么小 区区百万颗平均下来相互距离其实还是很远的 每个小行星之间的距离实际上差不多都相当于地球到月球之间的距离 听起来是不是很夸张 其实一点都不夸张 回头咱们专门做一期通过宇宙插盘 来带大家见识一下太阳系的真实比例 可能那个时候你才能体会到原来太阳系是这么空旷 这个小行星带是怎么被发现的呢 早在1772年 一位德国天文学家叫约翰波德 他通过计算认为火星和木星轨道之间应该还有一颗行星 于是很多天文学家就一起去寻找这颗预言中的行星 然后经过各种努力 果真还是没有找到 但是却发现了几颗比较大的小行星 最先发现的就是最大的那颗古神星 当然古神星现在已经被升级成矮行星了 随后呢 他们又接连发现了质神星 昏神星和造神星 这几颗都比较大 加起来就已经占了整个小行星带的一半以上的质量 后来慢慢的又不断发现了很多小个头的小行星 到1868年的时候 这个数字就已经破百了 然后又过了大概50年 这个时候已经发现了上千颗 再后来呢 发现小行星的速度变得越来越快 到1981年就达到了1万颗 到了2000年的时候 这个数字已经高达10万 因为现代的小行星发现工作 已经不是那个时候 人工的一个一个去找了 而是有自动化的寻天系统 主要由计算机自己去找 所以现在发现小行星的数量 一直在不断的上涨 非常快 关于小行星带的行程 上次简单提到过 早期的假说是这块本来有一颗内地行星 叫法恶同行 然后由于某些原因被摧毁了 完了剩下的碎片 形成了现在的小行星带 不过这套假说解释不了很多问题 目前已经被主流科学界抛弃了 比如怎么才能把一颗这么大的天体 撞得这么碎 从哪来的这么大能量 还有 它们各自的化学成分存在差异 不像来源于同一颗行星 等等还有很多问题 总之就是这种猜想有很多漏洞 那现代主流的观念呢 就是西基盘模型的太阳星云假说 现今的大多数天文学家认为 小行星带中的小行星 是在太阳系形成之初 在太阳周围浓密气体的残余 它们因为受到了木星巨大引力的影响 从而没办法聚集成一颗行星 即使形成了一些稍大一点的天体 也很难在随后的碰撞中幸存 所以这些残余只能聚集成一些小的颗粒 由于和木星轨道共振的原因 如果仔细来看 小行星带其实不是一个大环 而是像行星环一样 中间也有缝隙 叫做科克伍德空隙 它把小行星带从里到外 主要分成了三个区域 也就是三个环 在中间区域大概距离太阳2.7AO的地方 以这个距离为半径可以画一条线 叫做雪线 在这条线以外的小行星 基本可以形成水冰 太阳系的很多彗星就是来源于这里 甚至据说地球上的大部分的水 主要就是这里的彗星带来的 不仅仅是彗星 我们平时看到的流星 包括掉到地球上的陨石 大部分都是来自这个小行星带 包括当年恐龙灭绝的原因 也是由于一颗来自小行星带的 小行星的撞击导致的 这也是目前被广泛接受的一种观点 其实地球每天都在遭受小行星的撞击 只不过大部分都非常小 小到穿不过大气层就被烧成灰了 所以对地球生命构不成什么威胁 真正要担心的是那些体积较大的小行星 最近的一次比较大的小行星撞击 发生在2013年的俄罗斯 那颗流星直径大概有20米 当时在距离地面23千米的打气层 发生了爆炸 虽然还没有到达地面就爆炸了 但是它的威力却是相当大的 它的能量当时相当于20颗广道原子弹 所以即使是这么高的地方 冲击波还是震碎了很多建筑的窗户 这也是自当年通古四大爆炸之后 一个多世纪以来有记录的最大的流星撞击事件 说到这儿了就顺带提一下这个通古四大爆炸吧 关于它一直存在很多猜测 至今也是个谜 甚至还有说是特斯拉 就是推广交流电那个 说是它在搞什么秘密实验 不过这些基本上都是不靠谱的猜测 目前公认的还是认为 这是一起彗星撞击事件 因为确实发现有撞击坑 而且根据推测 当时的撞击物体的密度 应该比水低且易挥发 彗星上面主要是水氨甲烷等构成的冰块 所以正好满足这些特点 这次撞击的威力相当于广岛原子弹的1000倍 在人类近代史上 属于比较有威胁的一次撞击 对地球有威胁的小行星有很多 天文学家们通过观测计算 把那些对地球威胁较大的小行星 成为潜在威胁小行星 它们的直径至少在140米以上 而且其轨道与地球轨道 最近的距离不到0.05AO 已经非常近了 这种小行星如果有一颗撞到地球 威力将超过2万颗广岛原子弹 那这类潜在威胁小行星有多少呢 根据目前的数据统计 全球共发现将近有2000颗 不过这种撞击事件发生的概率还是很低的 一般要几千年甚至上万年才有一次 但也有不少科学家认为 这明显是低估了小行星的危害 近年来有人推算 像2013年俄罗斯纳次 可能每60年就会发生一次 比如今年那个险些撞上地球的小行星 2019OK 它的直径有57到130米 虽然它还算不上刚才说的潜在威胁小行星 但它比上次俄罗斯纳格要大了好几倍 如果它当时撞上地球 估计能量不亚于当年的通古斯大爆炸 好在它最终没有进入地球的大气层 而是和地球擦肩而过 而且据欧洲航天局公布 近期对人类可能产生威胁的小行星就有四颗 其中危险程度最高的那颗 它的直径大约是50米 它在100年内撞击地球的概率高达两千分之一 不过只要是这些已经被发现的问题都还不大 因为早早就被监控了 一旦发现石头不妙 人类就会提前进行干预 比如发射卫星绕着它转转 干扰它轨道 或者干脆把它撞偏了 都可以 虽然这些方法目前还没有实际用过 不过组织还是有办法 真正怕的是那种像2019OK那样 提前一天才发现 这万一是一颗足够大的 完了又正中地球 那以目前人类的科技水平 真的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不过大家也不要怕 毕竟这种情况概率就更小了 所以大可不必担心 该干嘛干嘛 充实过好每一天 好了 我是林某 诉说宇宙 下期见 拜拜